近日港铁的团马线正式全面通车,对于一直以来没有铁路接驳的九龙城和土瓜环地区,有极大意义,现在终于增加了多一项非常有效率的交通选择,令这些地区的市民在出行方面可以更加方便和快捷,也影响该地区的楼市或商铺发展。 早在之前,配合团马线通车,市建局已经决定在土瓜环和九龙城地区展开各个重建计划,当中也有新落城的私人楼盘,赤价高达近3万元。 由此可见,由于交通方面的更新,市该区由以往的旧区,变成一个鄰近铁路的中产社区。 由于这个发展,市九龙城和土瓜环的铺位受到不少推动,传统这两区都是旧区,区内都是一些建成几十年相对较旧的唐楼式住宅。 居民消费力不算高,所以形成当区的铺位,只能支付较低的租金经营一般的行业。 现在通车以后有机会由于增加人流的关系,市该地区的铺租会有所增加,7月1日的公众假期和上星期六及星期日。 不者曾经到访九龙城区,感觉是人头涌涌,就算当年机场未搬迁之时,都从来没有见过九龙城区这样虚陷。 值得多说一下九龙城区,之前没有地铁的时候,都已经有很多有名的食事进驻,例如泰国街,火窝专家等,使得当区是香港人的一个热门吃饭地点。 现在有集体运输的配合,相信食事会更受欢迎,而其他各种形式的零售店铺,更必定会生意兴隆。 不过,对租户来说,租金的压力肯定会增加,有例子显示,早于三年前,即当年经常谈论沙中线期间,部分业主已加租近四成,因此租户预计在现时正式通车以后, 号租也有可能大幅增加,忧心即使人流增加以后和现在受到疫情影响,使得收入未能同时支持昂贵的租金。 ABO 突然关系一些肉的红接物体肯定会增加天线期间有呼加 第一张集 同月份支持 非常 Jamie guidelines, 明花 times我们先ikka爪奋而受到疫情影响,不用醒来没关系。 下面肯定会 przy μα通动为 既感动感。 突然 되准备巿园副定会增加,守role只不及时有收入。